警方喝槍实弹破门攻坚 并将嫌犯压制在地上 刑事局扫黑逮捕14名黑帮成员 发现黑帮大哥死性嫌犯 今年5月积压起满货事后 近伙同小弟筹足假交友投资诈骗集团 借此为帮派牟利 刑骗金额高达新台币千万以上 本局会断绝黑道金流 持续向上溯源追查 发现该组织一筹组 假交友投资的大片集团 作为该黑帮的不法金流主要来源 犯罪手法主要是 透过交友软体的APP 来跟被害人搭讪 搭讪之后 再邀请被害人加入 LINE或微信等群组 来游说被害人来投资虚拟货币 邀请被害人加入虚拟货币的网站 初步清查有20多个人受害 财损有上千万元 显见 该犯罪组织 炸妻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专案小组持续追查当中 发现该集团 并涉及 今年5月的颇章事件 本大队就立即规划 一连串的扫荡行动 搜索了该集团 20多处的犯罪场所 也申请扣押 该集团成员名下 价值上百万的土地一笔 目前供查获死性 犯嫌者14人到案 警方搜索时 起出6支塑胶制的加法棍 有诈团成员上班迟到 提早下班或工作时 打私人电话 就会被棒打臀部 执行加法 而目前全案一涉嫌刑法诈欺 以及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洗钱防治法等罪名 移送地检处侦办 记者综合报道